剛剛我們用的方法就是直接選範文 可是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是做動畫 像剛剛這樣,哇一頭腦骨 時間走那麼多東西 你會不會想要改 你就覺得我心長就好了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不要用這種方法 直接來回首頁 告訴他,我放棄了 我想要建立一個新的 你把它按下去 那萬彩跟其他的 雲端服務的 這種做動畫的 比較不一樣的就是他 雖然 你現在要從頭開始 但是也可以來衝動 好嗎 怎麼做呢,來我們看左上角 左上角有沒有一個叫興建場景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興建場景對不對 你就按一個興建場景 你看看 他有沒有幫你準備好很多不同的 布景主題 很多場景有沒有 所以這樣你會害怕的嗎 不會吧 對不對 你可以找他 你看看 他的東西還蠻多的 他幫我們準備的場景蠻多的 你挑好了之後 就請你按確定 比如說我要一個醫院的 按一下 有沒有人就進來了 我是不是有一個醫院的背景了 但是各位先不要 做調整的動作 所謂先不要做調整的動作是 你看一下 我想這個應該是他 可以說算一個小bug 就是你一進來之後有沒有發現 好像畫面比較小 但是不用擔心 他等一下會自動變大 什麼意思呢,你看我 直接走動一下 有沒有自動撐開了 所以其實真正的你撐開了之後 你回頭來看 他本來應該進來就是這樣 他只是一進來 好像說的比較小 你不用特別手動去調整他 只要時間走動一下他就回來 好就回來 這樣第一個場景就有了 上面這個字就可以刪掉了 有沒有熱症筒 這個地方 旁邊是有個熱症筒 你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我就可以先把我的背景先準備好 好準備好之後 JR有什麼 有演員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右手邊 你來看一下 好,你看 我們到右手邊這邊 文字版我再找 有沒有一個叫角色 右手邊這裡有一個叫角色 按一下 你會看到他內建有好多個角色給我們 雖然這個後面以後的 是付費的版本 有沒有 有個人版還有什麼 交易版 好,那我們免費的部分呢 就可以用到好像八個吧 對,八個角色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這個 我就點一下 你看 抬頭 往過來 有沒有很多預設的 單一個角色裡面就有很多什麼 不同的動作 還是你這麼快就要揮揮揮手 再見了 拜拜 那你要哪一個就點下去 有沒有就進來了 你就不要忘記這個項要 放大縮小不時針 然後你要講的內容可以用這個嗎 泡泡 有沒有 有沒有很多泡泡可以講話 對不對 沒有也沒關係 好嗎 然後這裡還有一些 特效有沒有 下雨啊,什麼的 下雪啊 這些都有 那我先不用這些 好,那文字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文字 你現在可以看到 裡面有沒有一些 比較特殊的 中文字體 有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 你丟進來 他會順便幫你把字體下成一下 他會順便幫你把字體下成一下 那如果你不要用他內建的這些 所謂的範本 你就用這個添加文本 按一下 你在這邊就可以打字 你看 好 這邊呢 字要變大變小 怎麼辦 因為他這個是向量的 有沒有看到字變大跟變小 他就不是像我一般握的裡面 用等級的 反正你要變大你就自己變大了 有沒有 你就可以看看哪一個 你覺得比較OK 比較OK的 好了 那這樣就OK 那點到 這裡我離開一下 再回來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陰影的效果 有沒有陰影 下面也有一些 預設的樣式 有預設的樣式 那麼 如果你要改變字體 預設是這個叫濕原黑體 各位知道什麼叫濕原黑體嗎 你不覺得奇怪 看起來好像簡體字 可是我打正體中文 反體中文也沒用 因為我們現在手機上用的 或者是那些設計上用的 Adobe跟微軟 還有其他廠商 國際大廠他們聯合起來 跟Google 他們有開發一套就是 全世界所有語言的那種字型 而且都是免費 所以 你 濕原黑體算是其中一個 算是其中一個 所以你如果去網路上 找一下這個關鍵字 濕原黑體 你就會看到Google的網站上 它有列出很多語言的那個 至少會有兩個到三個 兩個到三個就是這種共通的 那它適合什麼 適合我們在螢幕上看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 軟體呢 本身它就先把這個黑體把它包進來 就把它包進來 那你這個動畫 來看一下 我如果這樣子在這邊寫了 你可以加上什麼 比如說你要打字啊 講話那些都剛剛沒有問題 我們看下面這邊好不好 它這個地方呢 你點到它之後 下面下面這裡有圖片的 你看它有圖片有沒有 但是我現在先來做一點點的動畫 在這裡 左下角你看到這邊 當你增加進來之後 有沒有那個圖層就出現了 對不對 圖層就出現了 那你在這裡你會看到 這個圖層 一個前面跟後面 有沒有做東西 對齁 所以這個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什麼 進場 的動畫效果 然後呢 出現一段時間 最後出場的動畫效果 也可以把它 你可以把它想說 叫做轉場效果一樣 這樣有沒有清楚 所以我前面是五嘛 表示說它這個角色 一進來 這個字一進來就做了 我現在能改變一下 我來上面點兩下就好了 這個有沒有 兜兜兩下 滑鼠兜兜兩下 兜兜兩下出來了 來你看上面 有沒有很多所謂的效果跑出來了 我給你看一下 我覺得蠻不錯的 在這邊 這裡 這裡 你看 這樣 確定 我們試看看 好不好 從這邊 有沒有一隻手拿進來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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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如果你覺得這隻手 不好看 你可以換自己的手喔 哈哈哈哈 點兩下 你看 我剛剛選的是有沒有 底部手型推出馬 這個 你可以換自己的手嘛 不然你就換另外一隻手嗎 這不行 就添加自己的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要不要去背 要嘛齁 這樣會了嗎 所以 這樣這個蠻常見的齁 你就要確定就好 這樣會了 你看 這樣有沒有很討厭 設計師 現在真的很難當欸 早上那個設計師 都會養在嗎 你真的要繼續練下去嗎 哈哈哈哈 這樣有沒有一點點衝擊 因為設計的殘階現在在改變 專業不一樣 對專業不一樣 沒錯 但是就是 念設計系的 就是要做所謂的原創的 但是應用面 現在就是說 設計產業改變了 也會設計很多所謂的範圍 給別人所謂的一般的 凡夫俗子 有沒有 哈哈 如果你看過那個 那個叫什麼 看過那個 哈利波特電影 就是給一般麻瓜用的 用這一種 哈哈哈哈 OK啦齁 所以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玩玩看 欸 這樣就有效果 當然你後面 如果你到哪邊要結束 你就自己決定 預設一直顯示 就表示這個 會怎麼樣 一直出現在上面 一直出現在上面 這樣有清楚了嗎 所以 你時間長短 動畫的時間長短 這裡有關鍵可能 你可以自己拖拉 你要比較快拉出來 還是比較 要慢的拉出來 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來做調整 OK 所以 你了解這個方式之後 其實 後面那些 就很簡單了 因為呢 你如果要圖片 它裡面有沒有很多其他的圖布 給你用 還是有 這邊還有很多的圖布 分門別類 也可以用搜尋的 直接做 另外呢 像這邊還有一個Flash的角色 這裡也有 有沒有 這裡有一些Flash的 不過 各位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假設你是要發佈到網站上 那你用的這個Flash角色 可能會出來了 因為怎麼樣 現在網路上Flash行不行 不行嗎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可能會有 但是你做成影片沒有問題 或者在本機上播放 都是OK的 都是OK的 所以它這裡有這些 然後呢 也有這裡 有沒有 這裡 Flash的角色 這裡 它裡面也都有不同的動畫方式 都有不同的動畫 的那個 每一個角色裡面都有 所以如果你覺得 欸 我就是想要有這種感覺的 你可以找看看 你看這裡面有沒有 欸 又有一個 可以拿出來用喔 好 那其他的 像這個還有這個 圖表 它圖表可以做一點點動畫 圖表可以做一點點動畫 甚至呢 你要寫 所謂的數學式 還有專門員員做公式的 因為有些 比如說你要講科普啦 或者是講一些 呃 那個 那個什麼 算式的 它需要有這樣的一個方便去做 方便去做 好 好 那我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等一下呢 我們再看看 你在做的過程裡面 還可以再加上什麼樣的東西 好不好 來